世界蠻懂澳洲社交 歡迎收看AMB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這個是晚上時間 我想要跟大家update一些有關 就是相關這個香港的特別的這個簽證的這個事宜 那當然了很多觀眾朋友們很關注這個話題 那也可以到我們的臉書的社團澳洲視角 在下面這個地方加入 那裡面會有更多的新聞和消息 首先呢我們了解到就是在美國時間7月14號 川普Donald Trump 川普總統已經簽下了這個香港自治的法案 那相關的全球性的針對於香港問題的事件 很多的法規會一一的一個一個一個出來 那當然很多朋友們關注這個澳洲的部分 他上禮拜announce完了以後呢 他的真正的法規怎麼去implement 什麼procedure怎麼走 我們還沒有收到全部的東西 但是我們這邊可以提供一些update 還有一些我個人對於透過以前的十多年來二十年來的經驗 然後分析然後去預估預測會是什麼樣子 所以今天想要在這邊跟大家做個分析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收到這個Migration Alliance的這一個update 所以這個也是在昨天的消息 那當然他這邊是Saturday post的這個東西 那我們大概也來了解一下 因為這裡面昨天的一些update呢 他們也在透過工會的關係也在了解 基本上這邊我也慢慢的唸給大家聽 來了解一下 所以這一個呢就是 就是說 我們update所有的資料然後消息 Below is a summary of what we know and we do know so far about the new stream visa arrangements 所以第一个就是announcement Hong Kong citizen who holds skilled or graduate visa will be able to extend their stay by 5 years followed by path with permanent residency This is effective immediately 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是任何的技术类别的签证 或graduate visa 就是485啊 还有什么skill的 其他的比如说 有可能是407或408 457、48这种的 那当然细节到底是哪一些subclass 还没有这个公布出来 所以这边还有一些clarification 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 at this stage we do not know if any additional criteria will apply to extend for a 5-skill graduate the legislation is likely to become valuable later in this year the budget will be handed out in October this year 是不是要等到10月 我们还不晓得 我相信这所有东西都跟昨天7月14号 美国时间 川普签下的这个香港自治法 一定会有一连串的关系 那当然其他部分还有很多的一些消息 我们一收到会跟大家跟大家公布好 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句 Current and future Current or future student visa holder of Hong Kong will now be able to stay 5 years after graduating followed by Pathway PR no further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by this point we do know fully understand how this will work in practice whether it will be done via general skill migration program or managed by state territory we also do know the occupation will be available in fact even occupation list will be determined factor granting PR 所以这边在讲什么 就是说 现在或者是未来的留学生 香港的留学生也可以拿到这些PR 只是说呢 他会用周担保的方式 或者是用一般的这个GSM 就是189的方式 然后也是5年后了 然后这边接下来是 a new 5 year temporary skill visa pathway to PR will be available future skilled migrant from Hong Kong applicant would need suitable skill quadifying according to upper skill list and labor mark 这就是工作签的部分 如果你未来工作签 可能482啊 或457这种的过来的话 当然你要透过有雇主的担保 后面也可以转成PR it is assumed that in this secondary sub-stream on the visa purely based on the mention of regional area perhaps will be further concession available transition PR after 3 years other important news Hong Kong-based business wishing to establish their business in Australia will be also welcome help boost the job creation this may create further opportunity 所以这边也是讲就是 投资一面部分也是available 那我这边 我个人的感觉 因为这边还有非常多的 资讯还是unclear 那基本上就是说 香港的公民申请学生签证 或者现在有这些所谓的temporary 或skill visa的人呢 后面都可以转成5年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啊 当然最近有非常非常多人问 那第一呢 最多人问的是 那打工对他签证可不可以 我后来查了一下 还有刚刚的这个 看了这个新闻的部分的话 我个人感觉打工对他签证 应该是不行的 不能直接转成5年的 那除非你直接申请866这个必顾签证 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topic OK 那如果是学生签证的话 我个人感觉一定是至少读两年以上 达到了strand study requirement 然后一定是在清单里面的职业 清单里面的职业 那至于这些清单 我在想为什么 已经过了快一个礼拜 还没有出来 我相信他应该会 allocate到每一个不同的州 每一个不同的州 他有名额 是不是利用这种方式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Migration Alliance那边有讲 就是工会那边有说 是不是透过州担保 那州担保的话 有不同的技术层面的要求 比如说去凯恩斯 哪些比如说你是tourist或hospitality的 你就可以留下来 那比如说去tasmania 就特别的一些 比如说architect 他要architect或pharmacist 然后去Western Australia 你读mining或什么的 或等等的 是这个medical的 他全部都可以留下来 所以他有可能是往这些模式走 那还有就是说 这边之前的press conference 和刚刚的这个工会里面的消息 有讲到这个三年或五年的东西 我个人感觉是应该会这样子 简单来讲 概念我的推算 大城市留在大城市的话 五年后才能转PR 但如果你愿意去到偏远地区的话 有可能三年就给你转PR了 OK 所以我觉得这是 几个我们在推论的方式 那当然我们这边 大家先跟大家做一些update 所以简单说 打工凸家应该不行 然后随便读一些什么语言课程 然后三个月六个月的这种diploma 或certificates应该不行 应该还是会按照职业清单来分配 那当然你不需要像传统的技术移民 又要后面还要走一大段工作证明 拼分数 拼到90几分 100分 不需要这样子 但是你基本的这些条件 只要能达到应该都OK 那我也会建议 最准的方式 现在如果有些像想要申请的话呢 应该就去找一些在medium和long term list 里面的职业 然后先报留学 那至少是两年以上的课程 这样子一定不会错的 这样子一定不会错的 那至于已经在澳洲的当地的这个香港公民 然后已经拿到这些签证或什么的 应该就没有问题 后面就直接转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 很多人在这个澳洲那边现在是 有过桥签的部分 那这个怎么办 那这个部分还是一个question mark 我觉得是有可能后面又再转回来 学生签证或是其他什么类别的签证啦 Anyway 这是我们今天的 对于香港的这个特别签证的一个update和报导 那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留言区继续做更多的讨论 那当然啦 请大家赶紧在我们的脸书粉专案上赞 还有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按下订阅 记得要打开小铃铛 因为之后只要一有消息 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告知大家 谢谢观赏 拜拜